他一直吃到我們的花雕雞 他很激動的跟我講說 我真的吃到我爸爸的手藝 因為當初我在大陸的時候 我會想念台灣的味道 所以每當地鄉有此吃到 熟悉的家鄉味 我會覺得很滿足 很多人是用嘴巴去嘗菜 我是可以用嗅覺 就判定這盤菜 能不能到達我的標準 就是因為它的不華麗 它的樸實 吸引了經過先生的味蕾 整個摩托 我會說 有心